从声音到实践 非常特别的人 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这位老师 跟我们之前就是 好像跟我们不太一样 对对对 她是 她等一下 我们会请老师自我介绍 但是我们还要先 先要感谢的是 我们今天要先感谢 商满身纪念馆 就是 玉芳姐吗 玉芳姐 对 谢谢玉芳姐 就是 我其实两天前 才跟她敲好这个场地 然后她今天早上 对 她今天早上 还敲我说 你到底有没有确定 什么时间来 这样 对 因为我真的忙到 忘了跟她确认说 就是这个时间 对 好 那非常非常 谢谢玉芳姐 还有就是今天 来帮忙的弟弟 你怎么称呼你 小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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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谢谢小景 这样子 嗯 好 那我们今天呢 我们要聊什么 你有看到 哎 旁边这一位 有点帅气 是帅气吗 Hanson is it ok It's in the eyes of the beholder 哈哈 什么 好 就是 嗯 就是我们就是 哎 就是好像要用英文访问吗 没有 其实老师的台语跟国语 非常的好 对 那这一位就是来台湾教历史相关科系 然后也有对台湾文化非常有研究的冯思敏老师 那我们现在请就是冯思敏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哎 大家好 我是来自美国的冯思敏老师 人叫我阿兵 可是我的英文名字是Steven Flanagan 然后我是美国人 我在美国的东南部长大的一个人从来没有听过的地方叫做Tennessee 嗯哼 田纳西吗 哦 田纳西 嗯哼 有呢 以前台南有一个田纳西西餐厅耶 蛤 真的真的 而且很贵 那么巧 对啊 他们那边是它是Country Site吗 还是它是 对是很乡下 是美国非常乡下的地方 所以我家乡的人口 虽然是叫做Johnson City 有City城市在它的名字里面 可是我们的人口跟西港差不多 西港 就是美国的西港就对了 类似 哇 好特别哦 对啊 所以是小城市 可是很漂亮 有山 有森林 所以我是一个乡下的男孩 我们可以这样说 美国的乡下男孩 哦好 诶 可是为什么美国乡下男孩现在会来台湾呢 哦 ok 我这个有故事 而且跟我家乡有一些关系 是 是 我为什么 我有一点看要 要从哪里开始 开始讲我的故事 我不知道 所以我今天在想 诶我的 来到这里这一条路线 是 从哪里开始 是 然后我觉得ok 我第一当然是我开始对历史有兴趣 对 然后我很清楚的记得我在国小第四年的时候 我看了一本书是讲第二次世界战争的故事 然后我就觉得哇好迷人好了不起 然后我从小就开始对第二次世界战争有非常非常大的兴趣 哇 然后看了很多书很多记录片什么的 ok 就是历史早就开始 刚才我们讨论历史 然后好像很多台湾人因为你们教育的关系可能对历史不太有兴趣啊 还是还没有机会 适合的机会 发现 哇 历史是多么 amazing 多么 吸引人 多么 让人觉得哇 好迷人 等一下 为什么你会对二次世界大战这么着迷 是因为战斗机吗 啊 有 有 有 其实那一本书是讨论那个Dolittle Raid 那个珍珠港发生过没几个月美国就想办法就报仇一下 所以他们开了那个那个航母舰到日本 然后想办法可以从那航母舰上就 怎么怎么从那个 原子弹吗 我还没到那个 还没到那个 那个航母舰那一段 他们就 就改 改成可以 那个 我忘记怎么说那个 那个 Bomber 轰炸机 我忘记怎么说 哎 反正 我太久没有研究这个词汇 因为通常这个航母舰只有某一种 战斗机才可以起飞 因为对我来讲我觉得战争是不应该存在的 可是他們就改成,可以讓這些轟炸機起飛,然後就轟炸了東京,然後是1942年,叫做Dolittle Raid 然後我看了這一本書覺得,哇好迷人,所以這是一開始 這是第二次世界戰爭,要了解,這是我們人類所說過的最大的事情 是 從每一個角度來看,最多人參與,用到最多資源,殺了最多人,改變了我們世界的一切 對,然後我們就開始覺得應該要世界和平,不要有戰爭 對,然後從1945年以來,其實我們世界就進入了全所未有的一種穩定跟繁榮的年代 對 所以我們所享受的這一種和平跟很很很很豐富的生活,要感謝那些西方國家是答應了 因為如果輸入的話,我們真的無法想像我們現在會住在什麼樣的世界 並不會這樣給每一個國家機會發展他們的經濟啊,還是有這個貿易自由 然後你看,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資本主義,就是感謝西方國家帶來的資本主義是這個概念 我認為資本主義不一定是什麼好東西,可是至少代表一種自由 如果你有空間做你想做的活動,你就有一點自由 就開放自由、平等,然後打敗地制這種概念 對 對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話題 對 所以就是軍事歷史,我早就有很大的興趣 是 OK 那可是宗教呢,怎麼我們... 對,因為我們今天其實不是... 怎麼進入我的故事 OK 所以... 我可以幫你 就是其實我們一開始找老師,因為老師其實在台灣他是學宗教 他是因為宗教來台灣,你是因為宗教來台灣對不對 可是老師的背景是因為老師在夏威夷大學是念歷史 我是歷史系,可是在歷史系我的研究專長是華人宗教 所以你們不覺得很有趣嗎? 就是因為二次世界大戰,然後他念歷史系,可是他的主要研究的是華人宗教 所以中間有大概三十年 從國小到去夏威夷大學 對,你從二次世界大戰,然後轉變成華人世界 有三十年的生活 所以中間... OK,至於宗教的方面 我的家人是... 等一下,你是因為交了華人女朋友,所以你想要... 沒有 沒有 其實... 沒有 沒有 對 對 我先要講這個... 我們先講那個宗教 好 好的 我的家人是基督徒 對 跟一般美國家庭一樣 所以每個禮拜都會... 上教堂 對 可能每個禮拜兩次 然後... 很虔誠的 對 我會... 在那個... 那個... 唱... 唱和團 什麼 和唱團 你會唱詩歌 我會... 然後有... 青少年的跟大人的 所以我... 西漢的時候 那個... 小朋友的會... 我會跟他們唱... 唱詩班 對,然後... 大了開始參與大人的 我媽媽也是 她也會唱歌 所以這是我們的生活很重要的... 一部分 對 那你吃飯前會祷告嗎? 以前會 也會喔 現在我有另外一個... 一個習慣 從瑜伽來的 那個也可能... 我們可以討論 好啊好啊 OK 可是我... 後來... 大學歷史系 阿北教 阿北教 OK 重點是... 我差不多十三歲的時候 是 十三、十四歲 我在教會裡面 然後聽牧師講啊什麼 我翻翻看聖經啊 然後我就想 欸這種宗教 我們坐在一個教堂 然後聽人講道理 然後有這一本書 然後我們都... 很正氣的 很平靜的在聽 這不可能是我們人類唯一種宗教 這不可能代表所有人類宗教上的一種... 唯一種現象 一定有... 天啊 另外一種... 可能很多種 然後我想知道 我要知道 因為... 好像就... 這種宗教 不是唯一的 而且... 而且... 你從小時候有關心思考 你從小時候 第一... OK 我們剛才講到教學的差別 OK 可是我... 我覺得一個原因是... 這是很好的問題 對... 青少年的時候就會有這樣的 這是叛逆期的開始嗎? 是... 一定... 一定是 可是我... 我真的認為另外一個原因是... 在我的內心我就可以感受到一種... 不滿... 不足的... 沒有辦法滿足 對... 好像就... 學了... 我想... 追求的... 一種... 本質 還是... 天啊 就像... OK 人講... 這個宗教多麼... 重要 天... 上帝 耶穌 什麼... OK 我... 我... 每個禮拜都來 我... 可是... 好像我還沒有... 真的... 感覺到什麼神聖的力量還是什麼 然後可以講很好的例子 我... 我後來才想到這個 開始研究華人宗教 我來台灣開始做... 體驗調查 然後多了解這些... 公廟的文化 我才有... 夠清楚的一個對比 才可以理解我 大概十三、四歲 這個... 這個經驗我想跟你... 跟你說 OK 我在那個... 合唱團的時候 我跟我很好的朋友 我們在... 在教會 然後就是... 很... 很頑皮的小孩 好像我們在吃爆米花 什麼... 在那個教堂裡面 然後... 有地方... 在最最... 裡面... 有... 還有一個壇 OK 我們說壇 教會也有壇 有壇 然後有蠟燭 然後有花 對 然後上面有... 有那一種玻璃 玻璃剪年 很漂亮 馬賽克那種 對... OK 因為是基督教沒有什麼像 沒有耶穌像 不是天主教的 所以沒有神像 可是還是有那種代表 OK 然後我跟我朋友在那邊 我們是王匹 開玩笑 吃爆米花 然後... 他的... 爸爸 就突然看到我們 坐在壇旁邊 就是... 然後他說 在吃爆米花 對 小朋友們 那個壇 你不要... 那麼隨便啊 然後我... 我開始... 我突然想到 是... 我在這個壇的旁邊 然後我每個禮拜都來上... 教... 教會 可是... 我從來沒有得到 那一種... 哇... 其實有什麼神聖力量的那一種感覺 從來沒有 嗯哼... 所以我到壇的旁邊 我沒有任何原因 要特別... 有... 祈求好 或是什麼 我都沒有 對 呵呵 所以就是好像沒有那個力量了 啊... 那些... 像... 聖經的故事 跟很多東西 我... 你有多少都... 認識 還是什麼 我... 但是對你來講 他其實沒有什麼... 我很熟 OK 可是我從來沒有感覺到什麼... 真的讓我很感動的什麼力量 就是聖經的故事沒有... 因為我們今天節目有兩隻貓在打架 他們跑來跑去 所以等一下會有一些雜音 就請大家見諒一下 好... 所以回到說剛剛老師您說 你小時候就是在聖經的故事裡面 你了解聖經然後你聽很多這個故事 然後你聽很多這個故事 在教堂裡面 可是裡面的東西沒有讓你覺得 跟你的生活有連結 或者是他沒有讓你... 我覺得更深 就是好像... 如果... 對... 我就是覺得如果... 如果... OK... 其實聖經裡面很多故事 就是討論說 有什麼... 有力量... 從天上降臨 類似... 賦神 還是給他們什麼... 什麼... 啟蒙 什麼... 然後我... 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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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其他的教派真的會 所以... 我們不是那一種 你們不是 可是他們也有 也有 反正我就開始想 耶... 我... 如果真的有什麼比較深的一種 宗教神秘的現象 OK... 第一... 我想體驗到 然後第二... 我就是要多認識我們人類的宗教 因為不可能只有這一種而已 OK... 然後第三... 這是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 按照基督教 如果你不是基督徒 到世界末日 還是你過世之後 拍誰 那個是... 對 而不只是... 而不只是... 你不能上天堂 你要下地獄 然後... 永遠受苦 在地獄 然後... 被考驗了 但是魔鬼跟魔王考驗了 我覺得這是什麼神啊 那我覺得我們比較人性化耶 我們是每個人死掉之後 都要先去十八層地獄 然後把我們人世間的苦難 洗淨之後 然後我們就可以上天堂 欸... 欸... 其實天主教有一點點類似這種想法 可是... 他們沒那麼大方可以說所有人類都可以這樣 你看我們... 你還是要休息啊什麼... 這樣聽起來我們很大方耶 對... 你只要進去然後拿箱拜拜 然後就可以... 就是... OK... You are ours 那就是我們的一部分 You are part of ours 好像聽起來道教還蠻... 蠻... 蠻大量的 啊... 是的... 其實應該說在世界... 感覺上齁 對... 其實在人類... 宗教來講 基督教蠻特別 喔... 在很多方面 OK... 第一就是... 基督教會特別強調信仰 因為你要信耶穌 而且... 你到底信什麼是很重要喔 信什麼? 不是就是耶穌嗎? OK... 可是是更自信 你就不能... 譬如說 你不能... 信... 先有... 上帝 然後... 後來... 上帝就創造了耶穌 有... 早期的教會就... 就決定... 就是... 邪教... 如果你信... 先有上帝 後來... 才有耶穌 喔... 這是不對的答案 這個非... 標準答案 所以如果你信這個 你也要... 當然誰也要... 下地獄去了 是喔... OK... 有很多很多東西 你一定要信... 對的按照他們 然後他們是誰 是... 因... 在... 各個... like... 派別鬥爭中 到最後得到... 皇朝支持的那一派 他們才可以決定 誰是對的誰錯 OK... 所以這些其他的派 因為他們輸了 所以如果你的想法 有一點不一樣 那... 你就要下地獄 對... OK... 我覺得這是什麼... 好妙喔 這是什麼宗教 這是什麼神學 動不動就要下地獄這樣 對... 所以我... 我早就開始覺得 就是按照... 你懂... 天給我的... 理性 這... 我... 無法接受... 這一種宗教 呃... 不可能是這樣子 呃... OK...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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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歲就... 開始... 他就開窍了 我... 人類... 宗教... 的... 的... 好奇這樣子 這個... 這個... 這個領域 對... 他其實有點哲學 有... 所以你就去了歷史系 呃... 跟宗教學... 哲學系 對... 因為我... 我上大學 我在我的... 小小的... 呃... 家... 家鄉就有一個... 小... 大學 蛤... 所以你是現在那個大學 我在我家鄉的大學上 田那西大學 嗯... 不是田那西大學 我... 我... 後來去田那西大學 修... 宗教學系的... 碩士水位 也是... 後來... 可是... 當初我在... 那叫做... 東... 田那... 西... 九... 大學 就是那個地方性的大學 對... 嗯... 其實以前... 我... 本來... 我... 我學的是... 羅馬... 希臘歷史 哦... 所以我第一個... 外語是... 拉丁語 嗯... 然後... 那要學打蛇那一種嗎? 就是那種... 呃... 也... 也有... 它會不會有點像西班牙語 就是...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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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真的喔? 我當然... 西班牙語... 所有那些語言都是從... 拉丁語... 唸唸唸出來的 所以... 所以... 所以拉丁語就會講... 西班牙、意大利文那些嗎? 呃... 比較容易學 你可以... 更...更容易學 嗯... 反正我在... 好好玩喔 大學... 我還在講這個故事 我們還沒有到台灣 還沒... 還沒... 我們還在... 我們還在美國的西港田那西 我... 我在... 大學的時候 我也開始... 呃... 學... 這個... 東方宗教跟東方哲學 至少他們有這些課程 OK 然後... 我從這些課程真的... 開始有越來越大的興趣 嗯... 然後呢... 我在... 呃... 我當大學學生的時候 我... 我需要打工 需要工作 是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工作 可是... 變成我最主要的 最長期的 就是在... 一間... 呃... 怎麼說... like... 華...華人料理餐廳工作 一個... 一個... 中國餐廳 OK 啊... 超級 我聽說中國餐廳很貴重 在美國的地方 不... 不一定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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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宜... 中級的... 跟... 貴... 然後我覺得可能... 我覺得可能... 便宜跟... 比較... 中級的... 唯多... 嗯... 然後我們也算... 那個... 中級的... 哦... 呃... 你們那邊華人多嗎? 田大姓華人多嗎? 不多... 不多... 然後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 剛好... 有... 那個家庭在那邊開設一間... 餐廳... 那是華人家庭嗎? 因為... 他們是台灣人 哇! 好有趣喔! 他們是台灣人 而且... 其實他們的... 他們是外甥人 可是... 老闆娘在台南出生的 哦! 就可能我們台南這邊住村或什麼之類的 呃... 他的... 其他的... 像... 親戚住高雄 哦... 我覺得... 反... 反正... 我跟我最好的朋友們都... 在... 這間... 餐廳工作 好幾年了 然後我們做... 後面有一點辛苦的工作 所以我跟他們學... 洗碗切菜 哦! 然後我們最... 讓我們最快樂的是開車送外賣 啊! 因為在美國你可以零... 那個... 小費 而且可以離開很... 一個很忙的餐廳 然後開在外面 豆豐什麼的 比較自由 對! 欸!等一下我可以問一下嗎? 因為我以前也在那個餐廳打工 然後有... 打工的時候就是... 週末都會有... 也是有...會有基督徒的那個教友 到那個餐廳 就在高雄的一間就是... 泰國料理 泰式餐廳這樣 然後它差不多也是中等價位 然後每次那個外國... 外國客人來我們店的時候 他們的習慣是... 一個家庭就是點兩碗飯 然後兩道菜 他們不會... they don't share dish no they order their own dish for themselves so do you share your dish with others or just by older listings that's a good interesting question 對! 然後我就... 我就... 音響還說 我就想說是不是外國人 他們都知點自己的 其實我覺得你看出... 很有趣的一個文化不同 因為其實美國是太太太個人化的 所以連吃東西是... 還有那個個人主義 來決定人很簡單的習俗 所以沒錯... 人會點他們自己的東西 然後不一定會想說 我們想吃什麼 是真的你們那邊... 是我想吃什麼 你們那邊... 在那個華人餐廳也是這樣點餐嗎? 我覺得一般人會... 尤其在午餐 可是我覺得很多人... 就是看人 可是我覺得其實你說的沒錯 大部分就還是是這樣 人會想我想吃什麼 而不是我們要吃什麼 因為你知道我們其實一般如果是家庭聚會 你要吃什麼你要吃什麼 比如說你公保雞丁 然後你炒牛肉 然後我們點完之後是大家一起吃 可是他們就是不是耶 他們就是我點了這兩盤 那我們家我跟我太太 我們就是吃這兩盤 然後就犯這樣子 所以有一次我的夥伴送錯菜 很尷尬的印象很深 就是就有一對夫妻沒有吃到 然後我們就一直跟他道歉 可能別人把他們的吃掉了這樣 就很尷尬 其實我從來沒有想到這個 可是這是真的很有趣的文化不同 對 因為有的時候我覺得 那個華人餐廳的盤子跟碗什麼 還是有一點期待 人會分享這些東西 所以都給你一個碗 然後 share那個盤子 share食物啊 而且如果是很多人 你有那個可以轉的那個 對對對 轉盤 可以轉到你喜歡的那個位置 然後中間一定要有湯 對 所以對 是文化不同 所以 其實你講到 一個禮拜天那個教會 對 以後很多人會出去吃午餐 這是為什麼我們那間餐廳 很多都會有那個吃到飽的那個buffet 你們也有 你們是吃到飽的buffet 只有禮拜天中午 對 就是專門給那些像教會的還是剛好要出來吃午餐 就可以吃比較多元化的食物啦 對而且你看那個buffet也是你自己想拿什麼就拿出來 對耶 對很特別 對耶 OK OK 這是吃連吃都可以看到就是每一個地方融化的差異 好 天那西大學 OK 天那西大學 OK 可是 道士 三清 玉皇大帝 教科 沒有人聽過這個 這是比較 人會說道家 道家 OK 這是那些哲學的 是 古典 經文 是嗎 OK 然後其實 老子 跟很多西方人一樣 最早讓我想 研究 中文 跟 you know 華人的東西就是老子 然後有一天我在我們 是老子耶 不是孔子耶 對 當然不是孔子 好顛覆喔 為什麼 為什麼是老子 因為 牠不是騎驴嗎 牠是騎驴 牠是騎驴 牠是騎在什麼上面 然後就拿一個那個 喔 那是like 牛嗎 牛啊 對對對牠騎牛 應該是這樣子 是因為 我已經提到那邊有山有森林 對 所以我的生活 都偏 就很 老裝 去 天 天然環境 爬山 很棒 還是什麼 所以我 已經 開始脫離 紀錄教的範圍 然後 覺得 給我 給我 我本來想追求 那一股力量 就是森林 跟山 跟大自然 哇 所以我有一天在我們大學的書店 然後就找到了一本老子 然後是雙語 雙語 雙語版 然後這邊有英文 然後在另外一邊有 其實是 草書 很漂亮 可是我覺得 我現在也看不懂 可是我第一個反應是 OK 第一是 哇 我看了老子 我很感動了 因為好像我終於找到了 能夠表達 我在森林 還是我跟我朋友們 打鼓跳舞 有那一種精神的感覺 所以終於有文可以表達 那一種比較神秘的一種了解 OK 然後第二是 我這邊有中文 這是英文 我在看英文 可是英文的翻譯 雖然有意義 雖然很美 可是 因為就是翻譯而已 也有一點假 然後我要懂真的 我要懂這個原文 所以我應該十八歲 十八歲 所以第一次 我就有意念要學中文 可是我還沒有開始在餐廳 那一間餐廳工作 所以我沒有跟朋友 所以那個時候是西元多 一九八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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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 我猜 OK 然後 因為那個時候沒有人在教中文 OK 然後我開始在餐廳工作 我發現 我跟這些台灣人 我們在那邊工作 吃東西 聊天 我真的比較舒服 我真的比較有在家的感覺 因為我的家人 他們是很好 可是我跟他們的關係 有時候不太好 他們雖然在一些方面是非常好的 也有一些問題 所以我跟他們都有一些 距離 對 然後我開始覺得 哇 在這個沒有受到基督教影響的環境 我才感覺比較自在 你感覺比較自在 對 然後食物也比較好 食物也比較好吃 對 OK 所以這開始讓我想多認識華人的東西 OK 那後來我去天安西大學 天安西大學 然後我最有機會了解的 就是那個 烏帆尼莎 跟原始佛教 可是尤其所謂的印度教 有些哲學的東西 OK 所以剛好在天安西大學 有很 很 老派 很高級 老派的 的 梵文教授 然後人給我介紹 然後我去跟他學 然後後來我學了 錯視學位 然後就是有一點 斷斷斷斷斷的 對 那我在天安西大學的時候 我一開始他們沒有中文 可是過幾年他們開始 叫中文 所以我快三十歲 我才有機會開始學中文 因為在那個餐廳的時候 雖然他們都講國語 如果 如果你 怎麼說 你不可能 這是因為人 學什麼意念 你能明白 Total 對 我不是Total 他們教我什麼 就是 就是像 髒話 什麼人話 所以我最 找學的什麼東西 就是 他們會不會教你髒話 因為一開始大家都會這樣 整整人家 都是那個比較 脾氣的髒話 不是 不是要B 掉的那種 還可以說出口的 是台語嗎 是台語還是華語 他們是外省人 他們是外省人 然後他們會請的幫忙是大陸人 他真的很道地耶 他居然在這裡講他們是外省人 他們就是啊 因為現在其實很多台灣的小孩不會用外省人來形容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覺得是沒有禮貌 對 會覺得沒有禮貌 有一點歧視的意味 對 因為以前我們就很習慣陽春麵 我們不叫陽春麵 我們就說那是外省人 外省麵 可是有一次就是我跟台北的朋友 就是幾年前下來南部 我那時候住台北 然後下來南部玩的時候 就看到那個店找寫外省麵 我就很興奮說 欸那外省麵耶 結果我被車上的小朋友就是公幹 他就說你怎麼 就是那種眼神就是什麼外省麵 沒有外省麵這種東西 是陽春麵 對 很久以前 我覺得就是其實台灣小小的 可是他也有一些南北差異 而且就過去幾個年代了 所以你真的很道地耶 你根本就是台灣 台灣這邊 你可能有個台灣靈魂吧 我覺得 你中四人 中四人 中四人 有可能 有可能 如果有的話 就是因為我可能 在台灣 那是東方的時候 我覺得我這個傳統文化 很有壓迫感 我很想投胎去 比較有自由的西方國家 有可能 其實可能是你本身的靈魂 就比較叛逆吧 應該是 應該是 所以後來你三十幾歲 再填到西那邊 然後開始接觸了中文 終於開始學中文 可是當初他們中文的教學是很厲害了 厲害了 可是至少可以開始 然後 然後 我學 說實學位之後 我本來打算 來 去中國 OK 因為 當時雖然我知道 有中國跟台灣 我也沒那麼清楚 台灣 到底是多麼好 還是 而且要記得 還是泰國 沒有 我要學中文 因為很多人把台灣跟泰國搞混 我不要去北極喝吧 哈哈哈 OK 可是 而且 因為我 一直以來 需要走最便宜的 選最便宜的東西 所以我知道 台灣比較貴 其實我研究 如果我要去台灣 學中文會多少錢 然後錢跟中國比起來 當然 中國便宜多了 OK 所以我在 那是以前吧 現在 很久 超過三十年了 三十年 三十年 搞不好我很多聽眾還沒有出生 二十 二十三十年 那是 差不多 二零零 二年 什麼 因為我在 天啊 二零零二年是二十幾年前 好恐怖喔 小景 你出生了嗎 出生了 我 OK 所以我在 天啊西大學 我教書了一段時間 因為我要先 省錢 然後出國去 你必須存錢 然後出國 對 好 老師等一下 因為我們的節目每一段只有三十分鐘 所以 我們 您如何省錢 然後到 後來選擇中國或台灣的話 我們就在下一段的節目再跟大家說 好嗎 這個好 好 那我們下禮拜再來聽就是 Steven Steven 有叫Steven Steven Steven就是選擇中國跟台灣的故事 好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先到這邊 謝謝大家 掰掰 好有趣喔